112年度第二次课语能力中级继中高级认证 高级认证考试在去年12月29号放榜 凡是通过取得认证的苗栗宪明 县府将给予1000到3000元的奖励红包 提醒民众把握即日起到1月29号受理时间 到文官局客家事务科办理 苗栗宪政府积极推动客家事务 连续五年蝉联客委会 客语为通行与平和优等 更是全国唯一荣获优等县市 为了提高宪明客语能力认证通过率 推出了奖励计划 鼓励宪明踊跃报考客语能力认证考试 并提供奖励金回馈通过认证的宪明 112年客语能力中级继中高级认证 高级认证考试在去年12月29号放榜 县府文化观光局客家事务科 也提醒通过认证的宪明 可以把握即日起到1月29号的时间 提出奖励回馈申请 由其难度最高客语高级认证考试 客委会第二年举办 全国454人报考只有6人通过 其中有两人就在苗栗县 县政府给予3000元奖励 国际很难考 主持人全国Q年中央有6、3年通过 给国际的认证 其中苗栗中央有2、3年通过 所以说非常担当 从基本的开始 一直到营业医生求和为之 但是那些复习都没有厉害的厉害 不管通过中级、中高级和高级 全部注册的下给审创 但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 审创给总理级 凡事在去年8月1号前涉及苗栗县 参加112年度第二次中级及中高级 及同年度高级认证合格者 皆可提出申请 同意腔调级别不重复奖励 积极营造苗栗县客家生活大县 竹酒栗县客家生活大县客家生活大县客人 外奖励 居兵造苗栗县客家生活大县客家生活大县客 万贵供听者 一定是审创作的 男子